好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孩子安全的话题 随着全国的幼儿园和中小学开始陆续放假了 儿童参与交通出行也明显增多了 一些和儿童相关的出行风险也随之增加了 前些天 在江西西渔赛围大道上 一名脚踩轮滑的小男孩突然闯入密集的车流中 被一名下班路过的辅警及时发现 在民警的帮助下 小孩最终找到了家人 原来 事发当天 孩子的父亲因为店里太忙 耽误了去接小孩 孩子便想着自行踩轮滑回家 没想到迷了路 交警提醒 进入寒假 孩子外出贫次也会变多 家长们要教导孩子 记住家长的联系方式 家庭地址 也要告诉孩子 警察叔叔是值得信赖 可以提供帮助的人 遇到问题 应及时拨打110报警 再来看浙江里水交警前些天在视频巡逻过程中发现的这辆车 驾驶人居然在高速行驶过程中允许孩子把头伸出天窗外吹风 比方说高速上的一些昆虫 飞鸟对小孩造成的伤害 还有前方车辆掉下来的一些食指等散落物 也会对后方的人员造成伤害 车辆万一发生交通事故 那么车上的人员没有系好安全带的话 也会飞出车外 发现情况后 交警立刻根据车牌号码找到了车主 并对其进行了批评教育 此前公安部曾发布过统计 在儿童交通事故案例中 由于监护人监管不力导致的事故 占总数的68.9% 在此 我们也提醒广大家长 在孩子参与交通行为的过程中 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以免发生事故 追悔莫及